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贸然说出来 担心被你拒绝 本身来讲 女人的心思就非常敏感 她们面对喜欢的男人 不会轻易标露爱意 而是希望给你一些暗示 让你主动来追求 女人大都很被动 习惯了被男人追求 这就是她们为什么总是很小心的原因 不是不爱 而是害怕患得患失 毕竟女人在感情里真的输不起 如果她不能确定你真的爱她 就不会轻易给你机会 因此 女人跟你交往的时候 就会用很多暗示来试探你 比如跟你来开玩笑 这就是女人最常用的方式 其实女人的玩笑都包含了很多深层意思 男人只要细心一点 就能察觉到女人是否爱你 一般来说 女人跟你开这些玩笑 多半是暗示等你来聊 一 你要是没对象 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吧 与人跟你交往时 如果经常跟你说 你要是没对象 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吧 虽然是玩笑 但实际上却是女人的真实想法 因为女人不会直接表达爱你的意思 而是用这种玩笑的方式 来向你表明心意 她不用担心被你拒绝 就算你没有答应 反正也是玩笑话 她也不会感到尴尬 如果你答应了 她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你在一起 不用再维持女人的矜持了 这样就一举两得 因此 女人在喜欢的男人面前 最喜欢用这种玩笑话来试探你 当她看到你的反应以后 就能判断出两个人能不能恋爱 一旦两个人都恰好喜欢对方 一段美好的爱情就发生了 关系自然更加甜蜜和稳固 二 一个人真无趣 要不你来陪陪我吧 女人面对喜欢的男人 还会开一种玩笑 就是经常对你说 一个人真无趣 你来陪陪我吧 这种玩笑表面上是随口一说 实际上是女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真的希望你能来找她 如果你没有拒绝 她就会马上说 我等你哦 你不来我会生气的 其实这句话就相当于告诉你 她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给了你最大的信心 渴望尽快跟你发展关系 当然 如果你没有看出她的心思 她也不会感到尴尬 而是会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 我开玩笑而已 因此男人要细心观察女人的话语 如果你也喜欢她 请不要措施缘分 三 很多人都说我们像情侣 真是瞎说 女人真心喜欢一个男人 还会开一种玩笑 就是对你说 很多人都说我们像情侣 真是瞎说 其实女人表面上说别人瞎说 实际上心里特别甜蜜 就是渴望和你成为情侣 她不方便直接说出来 而是用这种玩笑的方式来试探你 通过观察你的反应 来判断是否能交往 如果你肯定地告诉她 这不是别人在瞎说 而是真的像情侣 她必定会很开心 并对你更加青睐 其实女人喜欢你的时候 不会表现得太直接 不然就没有矜持了 于是她们只好在心中暗暗窃喜 然后和你开玩笑 想知道你的想法 并一次判断 能不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所以男人若是听到女人 跟你开这种玩笑 就不要傻傻地错过了 一定要及时抓住机会 这样你大胆去追求她 她就会给你机会 顺利和你确定恋爱关系 有些男人真的很木讷 不懂女人的心思 当女人跟你说 我们像情侣的时候 还没什么反应 这样怎么能顺利交到女朋友呢 你要知道 女人表面上是说别人瞎说 但内心里就是要告诉你 想跟你成为情侣 开始美好的爱情 女人开玩笑 无非就是想试探你的真实想法 如果你很正经严肃 没有表现出喜欢她的意思 她就会放下感情 只把你当作普通朋友 反之 她就会坚定地跟你在一起 不拒绝你的聊拨 顺利跟你进入恋爱 总结来说 一个女人敢跟你开这三种玩笑 多半是让你来撩的信号 男人别错过了 毕竟女人的玩笑 不是随便跟一行说的 她若是不喜欢你 连话都不会跟你说 更不会给你机会 只有她喜欢你 渴望和你在一起 才会用玩笑的方式 来试探你的心思 希望尽快确定恋爱关系 女人表面的玩笑 实际上就是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对你动了真情 才会如此对你 男人 若是遇到了这种女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样你不辜负她的痴情 她就会甘愿和你 走入美好的未来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